上次我们谈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他是属于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膳之作 也就是他把经济行为 国家的国民如何产生财富的这件事情 带到了现代性的层面 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 必须要注重财富是如何产生跟累积的 所以人们会具有追求利益的这种基本的欲望 那么为了追求利益 人们就会去观察人们喜欢什么 然后去创造这样 就是能够符合人们需要的这些产业 就是去生产一些人们喜欢的东西 并且进而把这些产业专业化分工 并且扩大他的产品的项目 来创造更多的需求 所以呢社会就进入了一个自由市场的 自由市场的自由经济这样的基本理论的雏形 然后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进 就是说产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 然后要创造什么样的需求来满足人们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 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 1776年世界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 美国开始独立与英国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美利坚合众国 然后接下来有一期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 也就是国富论出现的时间 它正好是这个世界开始要出现新型的国家 它开始是一个以平民为主 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 而过去的就是君主统治 过去的贵族特权阶级 即将要将历史的舞台让渡给经营经济 主要的经济发展的中产阶级 以及广大的平民 我这个笔记其实最主要的 是想要谈一下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这是他在1757年 在发表国富论之前20年 他所写的一本书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道德情操论 发表于1759年 1759年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 我收集了一篇 谢坤华教授的文章 他现在是国立中心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 这篇文章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先修论述 简论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是1759年 Adam Smith在发表国富论之前 率先发表的 那这个里面让我比较注意到的是 他讨论人 那到底人 人是怎么样去创造他的判断力 他什么时候决定做什么 然后就是去关注人 然后人所产生的群体 以及群体如何影响人的决定 他因为有这本先行的论述 所以后来的这个市场决定论 这国富论里面 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会形成他自己的一个动态循环 产业的发展到 人民的需求在创造更多的需求 他这一个推进有一只无形的手 但是他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是不是一定都是好的方向呢 基本上亚当斯密是 positive 他是乐观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国富论之前 有了这一本道德情操论 里面他对人的感知 有一个很深度的探讨 然后我想借用谢坤华教授的这篇文章来谈一下 他谈到谢坤华教授解释到 道德情操论有三大核心问题 第一个是在道德情操论里面 所阐述的同情是什么 这篇文章写到 当两人处于在同感 同情是在社会状态中便是和谐的 那这种和谐感 乃是因为双方在感的层次上 相互取得了认可 从个人感提升到了共感 于是在双方对彼此的相处中 便产生了愉悦感 这个是谢坤华教授的描述 《道德情操论》里面 他在讨论人跟人之间 他一个社会里面 人们透过社会生活 他会去 人跟人之间会产生对话 那么这个对话呢 如果大家沟通的是彼此 比较认同的观念啦 想法啦 创意的时候 他就是会产生 现在我们用现在话讲 是同温层互相 或者说互相取暖 那会有温暖的感觉 会有良好的感觉的时候 这就是大家有同感 有共情的产生 相反的 如果说我们大部分的意见啊 立场啊 是比较对立的 彼此说话听起来 不是很 不是很和谐 大家似乎在利益上 是有冲突的 那就会有冲突感 那这时候 大家就可以去 细分说 我们对这一群 语言比较和谐的人 是有共情的 是有同情感的 另外对这些 语言上不和谐 比较存在争议的 是没有共情感的 那就会区分成 有共情的 能够产生同情的 是一个社群 然后对我们来说 比较不容易接受 在论述中 是充满了冲突的 那就是所谓的 类似敌人 我觉得敌人是一个 比较重的词 他应该是说 就这一群 话语中 对我们产生是对立的 他即使就是说 反馈回来 会更加强 我们去认知 那什么样的人 是跟我们 是同一个社群 我们必须不断的 提醒自己 这本书 《道德情操论》 是在1759年的时候 所以呢 谢坤华教授 有提到 一个社群的产生 这个 他会有互动原则 累积原则 以及产生公正能 旁观者 什么意思呢 所以人们 透过共情产生互动 由于认同产生了愉悦感 而不认同就有了 排斥感 那么互动原则 人们透过互动 来寻找 什么样是属于你的社群 什么样是你 在日常生活中 会想要远离的社群 人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建立自己的 社会生活上的惯例 就是你大概 比较趋近于 跟哪一些人相处 跟哪一些人 是比较有距离感的 那么累积原则就说 透过个人这样的累积 成为总体人类的经验 就是说 类似的这样一群人 例如说 做老师 做律师 或是做公务员 他大部分会 欣赏什么样的言论 以及或者是你是在 跟这些领域完全不相同的 你是艺术家 或者是 你是音乐家 那你又倾向于 跟什么样的人 形成共情 还有认同感 当然这些 可能有重叠的地方 不一定完全是互斥的 每一个工作阶层 社会阶层 每一个社群 他都有可能 跟其他的社群 是有重叠 然后不一定都完全是 互斥的 也就是说 不一定所有的言论 他会真正形成 就是完全是排斥的 他一定是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但是 Adam Smith 在1759年到1776年发展 发表国父论 他是一位苏格兰 逻辑哲学家 在当时 当时就是新兴的 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新兴的国家 即将要出现的前夕 那个社会是相对稳定的 他是由君主专制 以及世袭的贵族阶级 来形成的社会 所以他相对的稳定 也相对的阶层之间的流动 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的稳定 是创造在许多人牺牲他的利益 就是经商的中产阶级 或者是做比较基层工作的人 他没有太多的社会上晋升的管道跟机会 他是建立在很多人牺牲他的生存 基本利益的情况下 产生的一种稳定 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这一点 在当时道德情操论所提出的年代 所以刚刚讲到互动原则 人们透过互动 知道共情如何产生 你喜欢跟什么样的社群相处 累积原则 然后透过经验的累积 你会知道什么样的言论 什么样的行为 他大致上会赢得社会的好感 会得到世人普遍的尊重 那我们就会累积出 在当时的社会 那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 会累积出 所以什么样的是比较真善美的 这样的行为模式 什么样是比较在社会上 会引起反感 他会引发争议 他会引发更多的排斥感 所以这一个理论在当下 是有可能成立在那样一个 比较社会阶层稳定 稳定这个词有一点 不太不太准确 因为这个稳定感觉是一个 比较positive的词词汇 但是他当时的那个稳定 像我们刚刚说 他是牺牲了很多人的 自由追求的价值 所以他应该是 一个相对封闭 阶层之间比较没有那么多的 流通的一个社会里面 那这样的累积成 什么是真善美 什么是容易遭致排斥的 累积起来之后 他就产生了一个公正旁观者 保证了社会 就是说整个人类的总和的价值观 那这一个价值观 他又进入了一个上层的机制 也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可能走到市集 乡里间跟人们实际交谈 然后透过人生的体验 你知道人们比较喜欢 什么样的行为 比较不喜欢什么样的行为 然后等他这个是一个 人类总体的经验 比如说传了几代 或者说在一个地方 形成了特色 风俗习惯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 不是单独一个任何人 可以去很快速操控的 上层的机制 变成公正的旁观者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变成我们有自己个人的 进入社会 体验社会的 个人经验的历史 同时我们也有一块 属于我们自己 它是一个接受既定的上层机制 上层机制 精神机制 来告诉我们 什么样是公正 什么样是真善美的 就是说 还没有去体验 我们可能就已经透过教育 以及社会生活 继承了一些想法 就是说什么样的做法 是比较在社会上 受到很好的接受 例如说 在我们社会里面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社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接受这样的教育 这个教育就是 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 它在给予人们 一个先前的指导原则 先行指导原则 就是说 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 我们看到火 不需要被烧到才知道痛 我们可能透过学习 教育就已经知道火 会对人的皮肤 由于它的高度的温度 然后会对人进行灼伤之类的 那同样的 进入社会 它有一个安全机制 在我们的脑子里 对我们做先行的教育跟建构 这样的文化机制 它来自于 累积了很多人的经验 可能几代的经验之后 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行为 在你还没有体验 之前就已经告诉你 什么样的行为 它基本上会更为广泛的 受到接受 那什么样的行为 可能更为广泛 又更有可能是遭致批评的 但是亚当斯密的这一本 《道德情操论》 就是他在晚年 最想要把它焚毁的 他 我想我们 我能够去理解的 就是说 它处在一个 社会即将产生巨变的年代 我们相信美国的独立战争 法国的大革命 也不会只是因为它成功的那一年 1776年 以及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 它一定是很长期的社会累积 产生了不满 不公 对不对 那么 在新的民族国家 或者民主国家 以中产阶级为主的 这些新兴国家相继 开始出现 它的先行者 其实是美国的独立革命 以及法国大革命 那后来的一些新兴民族国家 就要等到一战二战之后 1776年 1789年之后 国际社会形成了非常大的巨别 我们知道 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意见交换 它的共情的产生 是不是真的这么单纯的 可以透过每个人的经验 然后经验总和的累积 然后形成一个真正公正的判断 或许不是那么的简单明了 因为例如说 在马克思主义 后来19世纪 马克思主义在论述 这个国家机器的时候 国家机器 它就会利用强大的媒体 特别是电影 这样的机制 还有艺术 教育当然 来强烈的灌输人们 就是说 你都还没有去体验 它已经直接跳到公正的旁观者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到 透过谢坤华教授的整理 这个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在探讨人的时候 他讨论到互动原则 累积原则 然后进而形成了公正的旁观者 一个公正的精神上的上乘机制 在你进入社会之前 就先行的教育 并提供你什么样的可能是对的 什么样的可能是错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就会告诉我们 其实国家可以利用它强大的宣传机制 在你还没有体验 在这个公正客观的旁观者 都还没有在新的时代 形成新的价值判断之前 国家就先行利用强大的机制 来告诉你 什么样会是当下 这个国家政策比较愿意接受 比较想要看到的 那么马克思之后呢 马克思主义之后 当然又进入了现代 后现代 后工业时代 以及现在的后疫情时代 那么影响可以操作 人们想法的机制就更多了 它就更凌驾于 或许不是说凌驾于 它跟国家机制是有的拼的 比如说 网络时代的兴起 自媒体的兴起 那么人们就可以透过 当然它是based on 就是建立于很多专业知识上 你必须对这样的媒体运作 是有基本知识的 然后自媒体的串联 你可以形成一个反对国家 基本言论的这样的机制 所以简单来说 从亚当斯密 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早先 他是在18世纪中后期 一个对社会用逻辑哲学 来观察社会上 人们怎么样产生共情 怎么样产生排斥感 怎么样去对一个价值观的形成 来做一个观察的哲学家 亚当斯密 那么从他之后 从国父们之后 这个世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后下一个视频 我想要讲一下1759年 是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那么1759年 台湾发生了什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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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